透过教育部体育署所拍摄的 逆光飞翔的天使可以看到 扣着一只手拿下2013年 亚洲青少年残杖桌球 女子胆打冠军的Savi 在镜头前乐观又开朗 但其实一开始练桌球 因为缺乏平衡感是吃尽苦头 扣着坚定的信仰和不服输的信念 支持着他突破重重难关 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就是不服输的个性 当你看不起我 然后那时候又面临 家人不支持我那一段期间 对 但是我跟我自己说 就是不能放弃 我既然已经选择了 我就要努力的去尝试 不管你能不能做到 你就是要努力的去做 因为你没有做过 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去做 26号影片发表会当中 Savi的母亲也来到现场 她坦言过去因为担心女儿身体 无法附和体育训练的操劳 也无法顾及课业 因此相当反对 但是看着女儿成长茁壮 她也希望她可以继续努力下去 往后的时候 我希望她能够再努力下去 对 在这个过程中 她虽然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她已经努力过来了 除了Savi之外 这一次也拍摄了 涉及选手蔡敬天 蜻蜓选手吴维明 将他们即使在艰困环境 仍艰苦卓绝 不屈不挠 努力向上的精神 作为全国学习的典范 也唤起社会共同正式弱势 以及偏向学职的运动参与权 原事新闻 而是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